这里的村民一天饿三顿 哪怕每天饭都不吃 也要花0.2个花锡子给公鸡买饭 不管是出门还是住店 都要优先保证公鸡的衣食无忧 很明显 这些公鸡自然不是为了吃的 而是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起初希姐根本不幸 只觉得这是危言耸听 但为了安全起见 众人在休息前 还是在门口放了一只公鸡 也正是在这天夜里 诡异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 众人被叫声瞬间惊醒 可等希姐朝窗外看时 却发现有什么东西正追着攻击 他刚想出门看的究竟 结果这东西突然自己找上了门 两人被逼得连连后退 但这地上的野草 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而且就像是活物一样 好在关键时刻 昌东带着刀及时赶到 经过一番混战后 这才侥幸救出了希姐 众人连忙爬上屋顶 跳进后院 很快开车顺利逃了出来 然而还没等他们松口气 身后的野草再次追了上来 老唐当想用火烧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东西不仅不怕火 反而还变得更加凶猛 昌东看准时机 一脚由门冲出城门 众人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但由于刚才激烈的撞击 车上的人也因此昏了过去 好在幸运的是 身后的野草并没有追上来 然而等众人再次醒来后 却发现昨晚的城市 赫然已经变成了焦头 城里更是无一人生还 而经过这件事后 细节也算是对公鸡另眼相看了 要不是昨晚的叫声 他们恐怕早就死在了梦里 但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原本城里家家户户都有鸡 可就在几天前 有个商人说最近闹鸡温 低价买走了城里的所有公鸡 这才间接导致了野草屠城 而如今看来 这场灾难恐怕是早有预谋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那想必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前来收城 果然 很快就有人来到了这里 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之前的老朋友李金敖 哎呀 是你们呀 太小了 在简单的叙旧过后 老金也是看到了被火烧黑的城市 不过他非但没有震惊 反而还特别兴奋 说昨晚袭击昌东的怪物 应该是关内数一数二的一手 我们把这种草叫做七娘草 这个东西要是长了 就是疯长 而且是这天逼日 就像乌云鸭城一样 我股腰架里头是这样说的 原来 关内有一个叫薄骨腰架的地方 里面不仅关押了各种异兽 而且种类繁多 但像七娘草这种远古异兽 老金也是头一次见 所以难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 而像这种大规模的图成 一旦出现后 也就意味着天下即将大乱 虽然他们昨晚有幸躲过一劫 但往后要经历的东西 恐怕会比今天的更加凶险